圣坛组合 绝对是女双的另类 没有拉掉 没有前后场的区别 上来就是卡卡一顿杀 出球太硬了 优势和劣势同样突出啊 今朝应孔熙荣 21-18 21-16 留圣书谭宁 天书奇坛组合获得亚军 第一局 谭宁留圣书的球真的是硬啊 简单粗暴 以我为主 打控制肯定是打不过对手的 那就主打一个杀 11-8先行进入 但马上韩国队连锥4分反超 比赛进入胶着 韩国队逐渐适应了圣坛的杀球 谭宁连续失误 韩国17-14领先 20-17分率先拿到局点 不怕你打印 就怕韩国队变化 韩国队21-18分先下一成 硬实力我们真的是厉害 但变化确实弱一点 失误也不少 还是韩国队更老辣 第二局比赛依然胶着 圣坛也尝试一些变化 10-11分进入间歇 间歇回来 韩国队立刻加速抢分 韩国队17-11领先 我们防守端变化还是少 孔金20-14分拿到冠军点 21-16分拿下今年第四个冠军 进攻火力没有问题 但随着比赛的深入 我们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当对方适应我们的进攻后 怎么办 这个问题需要这一对组合好好提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